和工作人員到再見 終於要回家了 班超社區大樓日前爆發 丟塔群聚整棟住戶隔離14天 現在終於隔離期滿 我們老闆娘很熱心 還說的紅蛋 親友趕緊送上紅蛋 溫馨場面象徵去掉不好的運 第一件事情啊 我想要上去取我想吃的東西 第一件事我想要先幹嘛 我想要先回家睡覺 真的累壞了 舊棟住戶一共383人採檢全陰性 市府派出23輛專車 21輛防疫計程車 分別從宜蘭 士林 桃園等北部檢疫所 把他們載回社區 但接下來還有七天自主健康管理 按照中央指引大人可上班 小孩卻不能上課 其他住戶當然有憂慮 只是這個社區另一棟A棟住戶 之前已經啟動疫苗專案進駐社區接種 但疫情相對更嚴重的B棟呢 會希望有開放專案 因為我們真的都很希望可以打疫苗 又加上說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高風險的地方 想要打到疫苗有反應 會希望也是用專案處理的嗎 對對用專案處理 希望啊 住戶都喊要疫苗 但什麼時候目前還沒安排 畢竟誰也不想再經歷這七上八下的十四天 TVBS烏龜 李子恆清北市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